昨天晚上东京奥运会正式闭幕 中国军团带着38金、32银、18铜的辉煌战绩满载而归 38枚金牌追平了中国军团在境外参加奥运会的金牌最多记录 上一次获得38金还是在9年前的伦敦奥运会 但是中国队这一次获得的32枚银牌已经超过了伦敦的31枚银牌 所以可以说他们创造了境外参赛的最好战绩 更是远超五年前的礼乐奥运会获得的26金、18银、26铜 中国军团在东京交出了令全国人民满意的成绩单 当他们带着这满满的收获 当东京奥运会赛场上我们中国的国旗升起、国歌奏响 我们内心是无比骄傲的 我们更是心怀敬意的 38枚金牌倾注了太多人的努力和汗水 我们看到了传统强项、汉贝了荣誉 看到了很多项目从弱者变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者 看到了那些努力攀爬 只想重现往日辉煌的倔强 更看到了那些在小众项目中默默坚守 最终手捧金牌的惊喜 还有那些无缘奖牌 却也从未放弃过努力的人们 他们拼搏了样子 真的很迷人 勇敢的心永远值得尊敬 同样我们也想为这一届的观众鼓鼓掌 因为他们展现出了比以往更多的理性、宽容和理解 对赛事过程的享受和奥林匹克精神的领悟 这同样也是一种大国公民的自信 体育强国的胸怀 180天之后 中国节气的历春之日 北京这座双奥之城 将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 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全世界优秀的运动员将会齐聚北京 再一次用奥运激情点燃世界 从东京到北京 从盛夏到冰雪 不同的赛场同样的追梦 梦想即将接放 拼搏即将延续 三年之后 巴黎的种下期待更好的世界 更好的我们 更好的奥林匹克